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昨天有在这里有谈过就是万点以后要习惯 万点就是一个踏板 以后就是常态了 对 我们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也看 也在玩那个跳高 跳远 对不对 那一定有个踏板 你要踏上那个踏板 你才会助长的力量 你会让你跳起来 万点以后是一个踏板 还没到嘛 对不对 对 还没到 但是一定会到 现在只是暖身热身赛而已 下礼拜就到 因为现在大家很 有些人因为看万点 都是说万点不是梦 万点其实是梦 不是梦 它是真的梦 它万点 所谓万点不是梦 它是会实现的梦 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一直在考虑说 万点不万点 我讲一个道理 指数它是 因为台湾叫加权指数平均 指数是因为加权的 用价格加上市值去加权的 我们家有台积电 台积电放在这里面 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你看美国 美国它有道琼师 30党而已 SP500 500党 它有分了很多的类股处 当然台湾也是有分 只是大家比较 没有去注意 那你一家台积电 它4兆 台北股市 现在是今天 这个礼拜收盘以后 应该是超过28兆了 应该已经逼近快到 应该是要往29兆 整个市值 要往这个地方迈进 那台积电 它今天就贡献将近50点 对 它最后上涨5块5 5块5 大概差不多要快50点 50点差不多 那大盘今天涨 大概今天涨100点了吧 今天差不多 忘记了 因为盘中已经 不管 但是现在目前 大盘涨上来之后 台积电贡献这么多 那你想想看 我在昨天讲过 说台积电如果 你不要让台积电不高兴 因为台积电也有个性的 你不要一直老是在讲它 讲它不好 它哪有不好 你一直讲它不好 它就闷嘛 你不要让台积电不高兴 因为台积电不高兴 它就用喷的 那台积电还没有到155块 那我们现在研究说 台积电到底会不会到155块 还是台积电又有鸭了 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讲有鸭嘛 对不对 有鸭嘛 有鸭 在我观念里面 讲有鸭 我也不喜欢讲有鸭 因为讲有鸭 你怎么不讲有鸡呢 为什么要讲有鸭呢 对不对 为什么是鸭呢 我们做股票跟鸭有什么关系呢 我常常在讲说 为什么有些人讲说有鸭 我做趋势的人 他没有什么鸭不鸭 什么支撑不支撑的 有鸭 所谓的有鸭 我就把它解读 你台积电有没有给它鸭 你有没有鸭进去 那个叫有鸭 法人有鸭 你有没有鸭 台积电如果说 今天一个不高兴 他过了155块 到160块 往这个地方走 好 我请问各位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个 一个万点 要不要讨论一个万点 万点 台积电今天就贡献快50点 那你台积电不高兴 就不得了了 好 那台积电不高兴还好 那只有一个不高兴 你如果让联发科也不高兴 那发科啊 他现在退到第五大群子 他已经很不爽了 他最近又被人家 一直被他台说话赶过去 又被昨天又被听说 被那个富邦进来国泰金 又给他弄超越过去 他已经很不高兴了 那发科啊 你让他不高兴还得了 那你再让鸿海不高兴 那还得了 你不要让鸿海不高兴 鸿海它已经 已经是放量过了这个整个整理区 它随时会喷的 按照技术分析来讲 我不是叫你买台积电鸿海的问题 我只是告诉你 你现在对指数 会很 有些人很有余力的话 我是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看这个盘 今天指数就算到15000点 10500了 下礼拜假设上去了 你买的股票会涨吗 也不一定哦 你看今天的2603 你看趴在地板 人家在往上冲 他趴往下踹 为什么 那有人就问我说 不是只有长龙 像长龙行 长龙行中 还有什么 阳明海运等等 我刚跟你讲 他们没有问题 你不要一直在问我说 到底为什么他会跌 没有为什么 有人要卖就会跌 你不要一直问为什么 或者是问说 基本面怎么样 讲那个没有用 我是跟你讲 真的没有用 我没有骗你 股票就是这样 有人把钱揪进去 他才会涨 当有人大咖的 我是不是说小咖 大咖当他把股票卖了以后 把钱要拿出来 去买台积电的时候 他就会大跌 他就会跌 就是这样而已 我讲现实一点就这样 没有为什么 就是没有人要 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那你买股票要小心 你不能乱买 比如说昨天 有一档股票叫3432 那档股票昨天不是冲涨停吗 台端 对今天跌停 卖不掉 有时候抢反弹 你还要有技术 你要看那里面的筹码 你不要乱动 我现在不要讲 那一档被违约的 不要讲到大家心情不好 但是我要跟你讲 就是你应该要买什么股票 我在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买全职股 我一直讲全职股 不是中小型股 虽然今天中小型股来讲 也有人在涨 也有人在跌 但是我跟你讲 当大盘要往上攻的时候 那些股票已经不是重点了 因为主力也想要落跑 主力会心虚的 那是因为大盘之前在混 在鬼混的时候 在整理 所以中小型股 比较容易作价 因为中型股不会动 那中小型股 他们也等下来 你知不知道 那当这个大盘 大力光上来以后 汉维科上来以后 这些都真正的全职股上来以后 可乘上来以后 它不可能天天涨 那台积电上来 那接下来 谁要上来 那这些全职股要上来以后 大家还会去关心 这些中小型股吗 应该是不太会的 那金融股也是全职股 你看那国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元大金 开发金 那个什么金什么金的 都是全职股 为什么全职股 为什么你看电动股 好像很多人跟你讲 说一天行情 我说怎么可能一天行情 拉下来以后 它只是稍微停一下 把资金稍微剥一点 给电职股用 那电职股呢 用村的 他也是 买也也是 回来买金融国 那金融股怎么可能 一天就会结束 金融股还会带大涨 所以啊 我跟你讲啊 我丁超没有在做指数 没有在带朋友 带各位朋友去做指数 但是我们其实还不错 看得还不错 我们是做股票 那做股票 我这样讲啊 就算我现在对这个大盘 我们是 已经是网上看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整个周K线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看它周K线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那周K线 大盘周K线 这个礼拜 成交量是 5900多亿 800多亿 这个是爆量吗 你们说 这个礼拜 今天1600亿是爆量 什么叫爆量 你没看过呢 这个成交量 大于这些成交量 大多少 一点点而已 这哪有爆量 这是刚开始而已 这不到 这一天 5800多亿 等于除以五天 一天不到1200亿 这么少的成交量 怎么叫大量呢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刚开始 它整理区 八个礼拜之后的 一个突破 刚突破 这会喷出的 我跟你讲 真的我没有骗你 我不是乱讲话的人 这会喷出的 会吞哨 你听不懂 那到底要涨什么股票 这个是重点 我们下礼拜 比如说 我跟各位讲 讲那么多也没有用 因为在这边 有时候 节目中也不能乱讲 但是我是跟各位讲 你这个讲座 这个说明会 第五度会军北上 我们第五度 所谓第五度 我们是为9508点的开始 叫第五度 第一度是8501 第二度是8826 第三度是9043 第三度是 第四度是9352点 这第五度 那我之前 我之前在九月份 放空一千多点下来 953那我全部出行 一张都不要 全部放空 放空一千多点 我七月份也放空一次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了 我真的没骗你 可以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 我在开玩笑 你以为说 九千 七九月份被套牢以后 丁超说8501 撤动会军北上 我没在见笑了 在8501之前 我是放空的 你去查看看 我说 会军北上 第五度就是第五度 第五度不是万点 不是一万点 如果说 第五度 会军北上 9800 9500多点 如果我只有看一万点 那这样我干嘛 干嘛那么辛苦 我指数不是看一万点 也就是说 第五度会军北上 他要主攻的股票是什么 主要要攻击的股票是什么 他是不是大力光 是不是汉威科 大力光 今天的最高价是3230 虽然没有说最高 没有关系 大力光店他很辛苦 你整个礼拜他都在拼 他总要让他休息一下 不然你要知道怎么样 大力光店3230块最高 今年 去年赚钱是144块半 今年预估160 大力光店的本益比 是20倍 大家还抢着要 对不对 那汉威科 今天最高价是2290块 去年获利45块 45块6 今年是60块 那PE值是38倍到40倍 那可曾 想讲太多次了 可能今天最高是391块 往400块 快到历史新高了 那可曾去年获利23块5 今年26块 所以本益比是15倍 我为什么练这个 我练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同志朋友 其实很多的股票 它都很便宜 所谓的便宜就是 它的CP值很高 我们说的CP值就很高 不是说价格便宜 是CP值很高 我找到武党 我也不是说找到武党 这早就准备好了 我昨天就已经讲过了 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大立光店叫做总司令 总司令你听不 然后呢 汉威科叫做副总司令 那你这个要灰军北上 你总不能老是照那个总司令 跟副总司令往前冲 那又不是笨蛋 副总司令他们怕死 他们一定躲在后面 叫阿兵哥往前冲 对不对 那总司令 副总司令 再来是谁 司令 对不对 司令 什么叫司令 司令 灰大军要北上 我已经讲过 这第五度灰军北上 刚开始 武大司令 这就是武大司令 你放心 你所谓武大司令 绝对不是那个 那个小猫猫 我跟你讲 不是那小型骨 我既然叫他叫司令 他就是 他就是跟你玩真的 他就是 他就是 大汤的就对了 大汤的没去 我们再去看看 大汤的去 你别跟他开玩笑 我就是说前肢股 老是大子也没去 别开玩笑 不要开玩笑 你讲这句话 就很没水准 你知道吗 大力光电没大汤 台积电没大汤 富邦金没大汤 这一支比一支 大力光电 四千多亿的 的市值这样 用喷的 一个礼拜 涨了三成 这个没大汤 有谁比他还大 所以我刚跟各位讲 下个礼拜你要重点 是放在什么 你不要 因为你 我们之前是做中小型股 我们已经都卖掉了 我们不要做了 因为我们发现不对劲 我们要往这个地方 因为重型股要涨了 我们开始要转移了 要开始要转移 那转移过来的话 你要看 下个礼拜 要做什么股票 下个礼拜要做的股票 就是外资 他按照MSCI的规定 必须要回补的股票 例如像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没有放在这里 例如像台积电 他一定要回补 鸿海按照规定 一定要回补 一定要回补的 联发科按照规定 一定要回补 为什么要回补 我们看 我们看那个美国股市 我刚刚讲 SP500指数 谢谢 SP500指数 我昨天不是讲说 SP500指数 现在扣底低 礼拜是扣底低 随时会 喷出过高点 昨天有没有过高点 有啊 2120就是过高点 这边前面是2119 就过了高点 那过了高点 今天扣底值这里 下礼拜扣底这里 喷出啦 起涨啦 对于SP500指数是起涨 那如果我们 我们从SP500指数的一个周K线图 打不过谢谢 周K线图 周K线图来讲 这个礼拜是扣底值 是扣底这里 下礼拜扣底这里 这根黑的 是五个礼拜以来的最低值 助长力量下个礼拜最大 不是这个礼拜 所以SP500指数已经快整理结束了 快喷了 所以台湾股市会同步 国际股市往上喷 那我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是跟谁的 我们的指数是跟谁的 我们是跟屁虫嘛 我们永远都是跟屁虫 没办法 我们住在 我也不想讲你们的国家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大台湾就是这样 没办法 我们没有方向感的 因为我们住海边 我们管很多 我们是跟美国的 我们的指数是跟美国的 不是跟中国的 你要听清楚 我们跟中国没有关系 跟指数 我不是讲政治 我是指数跟中国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的话 人家中国三月份到四月份 涨了快五成 涨了四成多快五成 两个月而已 涨了四成多快五成 我们是去到哪里 对吧 我们到这两天才晃神嘛 我们是跟美国的 所以我断定美国会喷出 那台湾会不会喷出 我问你 我今天讲的东西 难道没有连贯性 还是乱讲话吗 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失定来了 下个礼拜 主攻要买要快 我在现场就是讲这五档 操作车类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是中南部朋友 你一定要来 真的我们很少过去 丁超很少到中南部去 是礼拜天 中南部一定要来 我们好不容易去一次 真的讲真的 那台北当然也要来 那如果你没办法来 怎么办呢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月的 我们有一个月的体验 体验的专案 你好好利用 一个月的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昨天讲的是金融 今天带头接放的 就是电子全职股 其实讲来讲去 都是占全职的嘛 所以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广告 之后继续带你来看 最近的一个选股逻辑 马上回来 宠爱自己 没有偶尔这回事 六年来 我天天用老行家燕窝 从内而外滋不扬言 被宠爱的幸福 要一直持续下去 老行家燕窝 把宠爱分享给最爱 我的老行家燕窝 今天的任务是 一起甩掉卡路里 苹果 菠菜 红萝卜 凤梨 为了健康低卡 一起努力挑战 目标76大卡 多一卡都不行 让果菜更飞 76大卡 波密低卡果菜汁 好吃 我叫スバル 我叫アウトバック newsbar quality all new outback 新登場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 热诚 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 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16岁 我的目标 更准 我17岁 我的梦想 更高 我16岁 我的成长 更快 我14岁 我的决心 更强 104全中运 在新北 前进纽约 玩味时尚 麦当劳 爱曼塔起司 鸡腿背果 香软松弹的背果 嫩煎香草鸡腿肉 浓郁的爱曼塔起司 倍感纽约时尚 爱曼塔起司 鸡腿背果 心上水 好 此处连两天 大涨了300点 那其实把很多散户的一个兴趣 都重新吸引了 所以丁沙老师可以告诉我们吗 下个星期到底要怎么样来操作 要怎么样买股票比较好 好的 有买有希望 哎呦 不错哟 昨天不是那个30亿听说被 对 被逮到 对啊 对啊 就是他如果没有买就不可能有30亿 对 对不对 那有买当然不一定会中 但是有买 那个买有30亿的 中30亿的这个大奖的一定是有买 对不对 那一样 我们不要 我们不是说鼓励说像 像那个 最近中国股市在涨 然后就流行一句话说 不要 哎呦 不怕买错 就怕错过 这句话我是不敢讲 因为这句话有点无理头 不怕买错 就怕错过 这种太危险了 我们怕买错 我们怎么不怕买错呢 他的意思就是 你就算买错了 以后还是会再涨停满 那是中国啦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在做股票 他们不分析的 他们是 大妈嘛 对不对 像买菜一样嘛 随便买啦 但是我们这边是有靠分析的 尤其是你们那么聪明 每次都嘛 在研究 研究FED要不要升息 什么时候升息 台币有没有升值 有没有贬值 你研究这些要做什么 你研究这些 你是贪多少去吃 你看那个别股 什么基本面很好 那都是人家都已经知道了 记者都比你还提早知道 你研究那个东西 对你有 那我在研究 你研究没效 因为你不可以技术 你不会技术面 没有用 做股票最重要是技术 技术面 第一名是技术面 基本面跟筹码面 是第二名的 消息面是听听就好 我不是一直讲吗 你做股票 我不管你好不好 技术面破坏就是破坏的 你看我刚刚不是谈到 2603的阳明 那个长龙吗 我没有说它不好 我只是说技术面 破坏就是破坏的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你知道我意思吗 破坏就是破坏的 转强就是转强 股票市场就是 严格上讲起来 就是资金的市场 你知道我意思吗 它不会永远一直在涨 也不会永远一直在跌 所以当有些股票 已经整理结束以后 下个礼拜开始要涨 因为大盘已经快到万点 要涨起来的时候 4月26号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投资票你看到节目了 台北了 你要赶快打电话报名 就今天晚上 不是礼拜六 是礼拜天 26号台中跟高雄 投资票 测动全职股 我不是今天才讲的 我礼拜三就开始跟各位讲 我礼拜三就跟各位讲 我会测动全职股 礼拜四测动金融 礼拜五今天测动台积电 其实大力光跟汉维克 涨了一个礼拜了 好 这个定调老师 我在这边要打断一下 我们刚刚有出来 最新的一个三大法人 合计买超的一个数字 看了以后相当惊人 您知道吗 三大法人今天合计 总共买超了455亿元 而在外资的一个部分 其实他买超的金额 是来到了464亿元 464亿元 真的很多 他们钱真的很多 钱真的很多 那这个是资金行情来了吗 当然是 因为台币也升值 今天也升破了31块 然后资金行情是全世界的 不是只有台湾 美国也是这样 欧洲也是这样 中国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本面本来就很好 我们郑主委 江会的表哥 真的表哥 他讲过 我们基本面本来就很好 那资金行情又上来以后 那万点 他今天没有让你看到万点 期货有看到 但今天指数没有上万点 没有收盘在万点以上 其实是给投资朋友机会 他知道你还没有买 牛市才刚开始 对 因为大家知道你用心良苦 政府也知道你很辛苦 你担忍你听不懂 现在在担忍你了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每次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垮下去 台北股市 反正这个天险万点 就从来不会过 那是你小鼻子小眼睛 不想跟你讲的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市场 我没有骗你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市场 我不是 我现在比你还急 很多的股票都还没有涨 你也明明知道 万点是你管它万点不万点 有的股票还没涨 我们就拿那个没有涨的股票 你不要一直讲指数 害怕 买股票不一定要买到最低点 是买在那个拐点 买在那个转折点 转折 你不一定要买最低 要转折点 转强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 灰大军要北上 五大司令 这第五度灰军北上 假个礼拜 主攻要买要快 现场公开操作 什么叫司令 司令就是什么 陆军司令 海军司令 后勤司令 卫兵司令 我以前当过卫兵司令 当过那个卫兵司令 我没有骗你 就是那个大门口 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我是当排长 那时候有资源 卫兵司令 那不重要 跟股票没有关系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同学们 同学们 现在讲到都已经不晓得怎么讲 刚才被西令说四百多亿 我是觉得很难想象 他为什么那么多钱 奇怪 对啊 而且怎么这么多啊 可能 可能还要更多 因为外资他回补全资股很恐怖 才刚刚开始 按照MSCI规定 尤其是美国如果冲出去 吭出去 他要越买越多 搞不好下礼拜 一买就一千亿也不一定 我说搞不好 散户一定要跟上 我跟各位 不跟上可惜 因为你明明知道 你也没有 没有外资那么多钱 他都敢买了 他都敢买你不敢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追高 那种追高股票 对不对 4月24号礼拜五 就今天晚上要报名 26号 要记得要记得 赶快记得 我们现场要讲这五党 五大司令 就五大司令 现场公开操作策略 下个礼拜主攻 要买要快 这非常重要 我跟各位讲 真的行情是一个开始 它万点 它只是一个踏板 一个踏板 行情会很好 台北股市开始 有感觉的 真的有感觉的 已经闷这么久 有感觉 赵老师你有兴奋吗 有一点 就是我认为 投资朋友开始要大赚钱 我就很高兴 看到行情要涨 当然大家都高兴 要把握机会 好不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今天这个外资的一个买超金额 真是让大家都看傻了眼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行情 才刚刚开始的话 想过一定要务必跟上了 下个星期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 一起来做个追踪 看台北股市的一个后续发展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与您下会 拜拜